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日前与台湾的本地养蜂人合作推出了带有台积电品牌标识的蜂蜜纪念品 得益于这家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在环保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深入投入 如今在其位于台湾的工厂周边已能产出这种呈金黄色质地粘稠且具有重要烹饪价值的蜂蜜 台积电亮相2025年亚太亚太永续博览会永续成长论坛 在此次活动中台积电企业可持续发展资深副总裁何力美表示 台积电在生态融合方面的投入已收获极具价值且不乏惊喜的成果 在台积电大型生产基地周边的本地生态系统中 蜜蜂已重新回归 此前台积电通过开展环境调研筛选并恢复了适宜当地生态的植物物种 随后蜜蜂便自然栖息于此 目前台积电正与本地养蜂人及东海大学合作 生产专属蜂蜜产品机密 台积电工厂周边生态平衡得以恢复的其他佐证 还包括台湾原生物种的回归 例如工厂周边水域中重新出现了遗余 此外台积电据称是台湾首家厂区内出现萤火虫栖息的半导体企业 在台湾 萤火虫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向来极为苛刻 何力媒在博览会上提及 在水资源消耗密集的半导体行业 台积电在珍贵资源管理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 他表示 借助专业化的资源管理体系 台积电新建工厂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已提升至90%以上 在资源得到精心保护的同时 半导体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也被降至最低 消息源指出台积电的废弃物回收率高达97% 在台湾 其废弃物填埋率不足1% 此外 台积电位于台中地区的现代化零废弃中心 已成功实现将废弃物转化为电子机缘材料 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 台积电位于台湾高雄的新晶片工厂施工现场 日前发现了一枚二战时期的炸弹 该炸弹发现一小时后被迅速拆除 据悉 这已经是该区域第三次发现微爆炸的二战时期炸弹 此前两次分别是去年8月和11月 该地区属于一座救炼油厂 当时被日本控制 二战期间曾是美军轰炸的目标 此前 现场发现的两枚炸弹均为空头炸弹 一枚重达1000磅 另一枚重达500磅 与最新发现的炸弹一样 这两枚炸弹也严重秀实 无法确定其材质和癖好 该炸弹并未对工作人员构成任何威胁 目前已移置仓库 并将按照必要程序进行处置 高雄工厂是台积电投资的最重要的工厂之一 该工厂将容纳五座晶片制造厂 第一座工厂P1预计将于年底投入量产 其中 P1、P2工厂预计将生产2奈米晶片 而P3、P4、P5工厂则将生产2奈米或更先进工艺晶片 例如采用台积电1.4奈米工艺制造的产品 另据外媒报道 月前英特尔财务长David Zinsner在活动中透露 过去几年内英特尔已将部分产品交由台积电代工 目前Lunar Lake和Aero Lake系列产品居依赖台积电 Zinsner坦言英特尔会将产品放在台积电生产 你知道实际上是永远 他们对英特尔来说是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 他指出目前约30%的英特尔产品来自台积电 虽然未来这一比例会下降 但仍将显著高于10年前的水平 针对拆分代工业务为此公司的提问 Zinsner回应称并非不可能 但不会很快发生 他补充称受制于政府持有的认股权 即便出售股权 代工业务出售比例也不会超过49% 另外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 供应链消息显示 目前FOPLP机台已经出货 客户导入测试良率达9成 但大指寸应用仍处于验证及小规模失产阶段 量产尚需考虑风险与成本 FOPLP的全称是Fine Out Panel Level Package 半导体行业中的删出Fine Out 是相对于擅入Fine In而产生的概念 擅入型封装的导线虫 新分布层RDL线路和银角 都在被封装晶片的投影面积之内 而擅入型封装的RDL线路和银角 不仅在晶片所处的投影面积之内 而且在投影面积的外围也有分布 所谓的面板级封装PLP则是相对于晶圆级封装WLP来说的 就是之前采用晶圆作为载板的封装 改为采用面板作为封装的载板 这些载板的材质可以选择金属 玻璃和高分子聚合物材料 工商时报介绍称 FOPLP的关键在于 以方形面板取代晶圆 相较晶圆级删除封装FOWLP FOPLP采用矩形载板 600乘以600毫米面板面积 超过12英寸晶圆的5倍以上 利用率也可总约57%提升至87% 从而降低单位成本 并提升生产灵活性 据工商时报 业界正采取双轨路径推进 一方面 FOPLP已进入小规模量产阶段 群创光电与力程科技 率先用于封装电源管理晶片 PMIC及电源元件等小型晶片 另一方面 台积电则发展自有的 COPO-S晶圆级面板封装方案 目标是为挥达 AMD等大型GPU应用提供支援 但市产仍有瓶颈 目前FOPLP所用载板以金属或玻璃为主 主流尺寸包括台积电的310乘以310毫米 力程的510乘以510毫米 预约光的600乘以600毫米 以及群创的700乘以700毫米 报道称 力程在部署新一代激光雨点胶设备后 市产良率已达90% 预计明年可提升至95%以上 在技术布局方面 工商时报称 台积电已设立专门的FOPLP研发团队于产线 并投资PLP面板及封装级 TGV穿玻璃通孔 以推动玻璃基板的发展 原定2027年量产的时间表 供应链消息显示有望提前 另外台积电今年8月确认 将在两年内淘汰6英寸晶圆产能 并整合8英寸产能以提升效率 据自由财经报道 台积电晶圆二厂6英寸和五厂8英寸 是否会转用于先进封装上代评估 但业界传闻台积电可能将其改造为COPO S产线 总体来看 台积电等半导体厂商 正在加快推进面板及擅除封装 FOPLP技术的研发 这一新型封装技术 正在快速获得行业关注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